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社会事件 黄埔一期的学员刚刚完成半年的纸上谈兵 就直接拉上了战场与敌人真刀真枪的干 而且打的还是最难的攻城战 当中山先生北上与北洋军阀商讨和平统一大计时 被赶出广州城的陈炯明再次死灰复燃 于1924年12月27日趁机纠集了7万只众分三路 向广州发起了反扑 1925年1月15日 广州大元帅府也发表了东征宣言讨伐陈炯明 1月30日东征联军司令部举行了军事会议 制定了一个三路出击的讨臣计划 以范石生的滇军为左路经和园取兴宁 刘振环的贵军为中路直取惠州城 许崇志的粤军为右路由淡水经平山海陆丰直取朝善 而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们则由何应钦与前大军率领的两个教导团 随粤军在右翼作战 但担任的却是先锋队 从表面上看颠贵月三个派系联手收拾一个陈炯明 可以说毫无悬念 然而所有的军阀都是一个德性 说白了就是一帮狐朋狗友 有肉吃的时候不光能称兄道弟 个个拍着胸骨保证 老子忠肝义胆敢为人仙 不干趴对手绝不收兵 但到了真刀真枪开干后 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 都想让队友先上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战斗一大响 颠贵两系就持观望态度远远的看着 生怕炮灰弄脏了自己的一身绿皮 东征任务也只剩右翼的粤军与黄埔一期的两个教导团在执行 即便是这样 黄埔军校的教导团还是义无反顾的从长洲岛出发后 以破竹之势 一路攻下了石龙东莞 于十一日占领了深圳 他们又用两天的时间 肃清了广九路周边的敌人后 继续东进 于2月13日濒临淡水城下 淡水城可以说是惠阳的门户 虽然城不大 但小而坚固 城墙用石块砌城 厚三尺高六米 设置了上下两层枪眼 可以形成立体射击活力网 城墙下还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护城豪 更加难搞的是 城外就是300米宽的开阔地 只要在城墙的制高点上 架上集挺重机枪 就可以做到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当时城里有4000守军 70余里之外 还有惠州城的7000援军 最快第二天就可以抵达淡水城 必须速战速决 当时东征军的围攻计划是 由叶剑英任参谋长的越军第二师 从西北面发起进攻 许记的独立第七旅 攻击淡水城的东北面 黄浦军校的两个教导团 负责从南面攻击 刚开始还十分顺利 两个小时不到 三路大军就清理完了淡水城的外围阵地 少量的漏网之余 也全都缩回了城里 然而 攻城之战却打得异常的艰难 东征军从淡水城的三个方向 同时向城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子弹的呼啸声 手榴弹的爆炸声 与战士们的喊杀声响彻了云霄 乌黑的硝烟挡住了视线 火红的烈焰 映红了天空 前面的士兵倒下 后面的士兵就踩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冲锋 整个淡水城的外围 全是身着蓝军装的身影 但却在冲锋前行时瞬间即逝 城楼上的守军以多挺重击枪 用最密集的子弹喷射出无情的火焰 在年轻的血肉之躯面前形成了一道道弹雨之梦 一直激战至下午六点 始终都无法攻破淡水城 而池源淡水城的七千援军也在一路狂奔 黄埔的士生们又将如何转危为安呢 请看下集黄土军魂寺首战及决战